分享制定函数的一些方法 那当然第一个 因为你给它里面 如果说你没有加密的话 那别人只要开启什么 开启这个开发人员Visual Basic 那它就可以知道说 你这里面的程式怎么撰写 因为它打开模组 里面就有你写的程式嘛 那当然如果你要保护你的智慧财产权的话 那记得就是说怎么样 你可以在给它之前 在这个VBA的project 这个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VBA的project的属性 这边有个保护 你就把这个打勾加上密码 其实再存档就可以了 OK 这个几个地方 这个密码再确认一下 按确定 那就直接 存档的话 其实这边好像我记得不存也没关系 主要是存哪里 存外面这一个 这个把它储存一下 存档 这边我们另存一下 那记得就是存档的类型 一定要是这个 我们的启用聚集的活页部这一个 然后把它储存 OK 那如果说你要让别人 在他的电脑里面安装的话 那你就告诉他 假设这个是你自己的 那如果你要给别人 你就把这个档案 假设你就email给他 或者是 或者是你USB 反正各种方法 或者你放云端给他下载 那到时候他收到的话 我把它这先关掉一下 那他就会在他的电脑里面 假设在他电脑里面 他收到了 假设是应该有一个惊叹号的 把这个图示放大一点点 OK 有没有 一个惊叹号 那假如说 他到他的电脑 比如说我把它放桌面好了 他收到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叫他安装呢 其实他收到之后 你跟他讲说 第一个 你请你打开这个 我们的这个档案 然后呢 这边要启用一下 启用 再来的话呢 请他什么 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话 记得就是说呢 要把它改成所谓的争议期 Excel的争议期 那把它怎么样 放在 它会自动存在这一台电脑的 那个Excel的Add-ins里面 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 这样子你就安装完毕了 那怎么知道 有没有安装成功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再另外开Excel 一个新的档案 那我怎么知道 这里面有没有 其实很简单 插入函数里面呢 看看有没有使用者定义 如果有那恭喜你 你做出来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表示是没有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哦 因为这边 理论上应该这个 不会出现才对 理论上我把这个档关掉一下 我来再试一下 因为可能刚刚那个档开着了 好 那你会发现现在是没有 那为什么会没有 除了另存之外 还记得就是你要怎么样 还要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的方法记得哦 另存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再到我们这边有个箭头啊 里面的其他命令 争议集里面 记得哦 争议集里面呢 你要把它这边要执行 要把这个打勾 打勾之后呢 你再到这边看一下 这个使用者定义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成绩函数跟成绩函数多重 也就出现了 特别注意哦 那前提当然你在那个档案 你要分享给他里面档案 如果里面有方圈的话 那将来安装完 他就会看到这些方圈了 也就在他的电脑里面 也可以被执行 那另外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要启动他了 可是你将来要把它关闭的话 那怎么关呢 其实很简单嘛 不过在讲关闭之前 你可以看到哦 它会在哪个地方出现呢 基本上如果你另存了真意集 它会在这边出现 也就是说呢 每一次哦 使用者只要开启VideoBasic 他就可以看到上面会多一个 他安装的真意集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呢 他点击这个真意集 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个XLAM 你如果把它点一下 那如果说呢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没有加密码的话 你点击它的话 他就直接可以看到里面 到底你写了什么 但是如果说你加了密码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要求输入密码 如果对方呢 不知道密码 或者乱输入密码 当然会出现密码不正确 也就是说呢 那你写的程式哦 它是没办法开起来的 但如果说呢 他知道密码 那当然就可以打得开 OK这个地方第一个 最后如果你要把它关闭 比如说你想说 诶那个真意集 我现在想要把它关起来 或者是我要把它再更新过 更新过先把它卸除 那卸除的方式一样 从真意集里面 一样去执行 把这个有没有 本来有打勾啊 打勾取消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那个真意集 也就被卸除掉了 那真意集当然不是只有 只能装一个啦 反正你可以装很多个 比如说呢 买类型的那个 就是自立函数 你可以一个档一个档一个档 把它分开来 那它可以开也可以关 开关的话基本上都是从什么 从这个其他命令里面的真意集 那未来当然呢 你执行起来啦 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 很多真意集它会有清单 那这里面你会发现 这个底下四个是 一次有里面预设的 OK大概是这样 上个礼拜最后是有讲到 有关真意集的安装 和那个表单 那最后是有做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部分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那个表单的话 基本上呢 这启用内容一下 开发人员里面呢 我们是 这下来密码 好 表单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打开来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是做这个表单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 有四个栏位 这四个栏位呢 其实就是对应到 我们现在这上面的四个栏位 1234嘛 一个罗布 一个坑 那我会希望说 如果我填了资料之后 按下新增 自动帮我把它填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自动填到下面这边一笔 也是空白的地方 所以在按新增的时候 其实这表我们上礼拜做完 所以 请不许把上礼拜打开了 如果你那个 没有存到档的话 快速赶快把它做一个 其实这很简单 应该还有印象吧 回去还是要多多练习 因为这课程其实 回去如果你没有练习的话 你很快就会跟不上了 那就是待会我们来看 如何按下新增 可以帮我把这四个东西填到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一个萝卜有坑嘛 放下去 其实程式并不困难 里面的话主要几个重点 不外乎就是什么 我要取得什么呢 当你按新增 程式里面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我要怎么在第八列里面 抓到哪一列 是我要新增的那一列 所以我们可以用侦测的吗 向下侦测 抓到最下面一列 把它加一就可以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要输入到哪里 那我可以去抓这里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里面东西叫什么 因为它叫testbox 它是第一个 里面的东西有个属性 叫.test 所以我抓这里面的 点test里面的东西 把它塞到这边 这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 叫sales嘛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R列的 加一啦 其实我们会有个R 那个R就是我们要输入的 那个哪一列 蓝的话呢 也许你就A蓝 或者是一蓝也可以 也可以用数字 也可以用英文 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 把它放进去 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那个最后呢 当然后面还有 比如说什么 这个平均成绩 那你也可以把它自动算过 然后合格不合格 你也可以自动把它产生 OK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表单部分 先开起来 画面先防止各位一下 最后我刚刚看了一下 上个礼拜是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表单做完 那当然启动表单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在VBA里面 上面有个执行 当你执行它 它会起来 可是你总不可能说 你叫使用者直接开启Visual Basic 按下启动吧 它也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能会需要 在哪里呢 最好的方法 也许在这边多一个启动表单 按下它 它那个表单跳出来 那你才可以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要如何把那个表单给做出来 如何增加那个按钮 其实那个按钮基本上 你可以从Visual Basic里面的模组 模组里面的话 你写一个叫做启动表单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Sub 然后呢 这个Sub里面呢 只需要一行程式 叫做Home Home就是表单这个名称 点Show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说 你可以从插入程序里面 这边输入什么呢 启动表单按确定 那里面输入这一行就可以 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了 然后 这个时候呢 你的模组里面 OK 记得哦 写在模组 不要写错位置 就会有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的话 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习惯 拿这个来复制 把它做成一样的按钮 按右键再去什么呢 指定那个聚集 其实就是Sub 这个Sub名称呢 就是启用 启动表单 然后把这个表单呢 启动起来 那启动的方法 其实就是哄点秀 这个时候你按下它呢 它就哄点秀了 OK 很简单 你就把它跳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当然 你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按下它了 因为有的时候使用者 它会不知道按哪一个 明明这边就叫启动表单 它就是不知道哪一个 所以尽可能怎么样 那如果是当这个Excel启动的时候 顺便帮我把表单给叫出来 那这样更好 对不对 使用者但更没有话讲 反正你就打开 你就输入吧 你就不要去动其他的资料 那要怎么样 随着工作部启动 打开的时候 顺便把表单也叫出来 特别主要 那这个就是有个观念 叫事件驱动 这个事件驱动呢 主要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哪一个物件 当工作部 工作部呢 就是在VBA里面 它会产生 预设就会有一个叫 List Workbook的一个物件 当这个List Workbook 你把它点两下 它就会有一个空白处 这样让你写程式 什么呢 不过通常我们会 自动利用上面的功能 一般里面找到 Wabook 指的是工作部 当工作部 它预设后面 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叫做事件 这个事件呢 其实就是 当这个工作部 发生了什么事情 Open 然后呢 会对应到某个程序 当它被打开的时候 做什么呢 把表单叫出来 所以把表单叫出来 那一段程式 其实就一行 打什么呢 Home 点秀就好了 OK 所以你就打一个Home.show 它也会自动提示 Home.show 点两下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你可以尝试看看 这个是按下它 它跳出来 我们是 如果说你要启动的话 这个时候请注意 把它除锤一下 因为我做了嘛 刚好在这边点两下 当它打开 马上就跳出来了 有没有 除非说使用者把它关闭 不过关闭没关系 再按下去 又打开了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反正就跳出来 那这样好处就是使用者 反正你就是先帮我填就对了 后面东西不要乱动 不过不要保险 其实使用者真的 你跟他讲不要乱动 他就是最喜欢乱动 那当然你可能还要再把它保护起来 程式当然也可以去解开保护 跟甚至类似有这种方式 可以保护资料 不被乱动 好 那有启动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现在它按下去 没有作用 可是我希望 按下去 自动帮我填完 到这边 如果 最好是清空 然后再输入 再填 除了填之外 最好可以帮我也自动产生什么 产生后面 这个是我们填上去的资料 后面这三个 最好也可以自动帮我算出来 也自动 这个是自动帮我算出来 也自动填上来 虽然我只有填了四个东西 但是它会自动帮我产生后面三个好了 那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 综合评定跟多重判断 好像我们已经有写过 那个制定函数 那其实你表单也可以呼叫 那个制定函数 自动帮你产生 那怎么做 待会请各位先把那个 启动表单部分先完成 待会再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